继续来关注俄乌战争 在达满两年之后 乌克兰前线的变化 包含了从乌东阿夫提夫卡撤退 在这个之后 俄罗斯也有意乘胜追击 也尝试从巴赫姆特方向 跟东南部的罗伯蒂村方向推进 只管乌克兰还坚守阵地 却是有越来越担忧的情况 因为弹药真的不够了 乌克兰防长透露说 西方先前承诺的军援 其实交多半数是交付延迟 终甲运兵车一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 冰天雪地 乌克兰第三突击率 就是在这种天气下 进入阿夫提夫卡 有点说 关于阿夫提夫卡 有很多事情都不能说 我认为这会有危险 展开围棘七天的掩护撤离 这项高难度的掩护行动 早在公开前就秘密进行 参与的也不只有第三突击率 目前乌克兰已改沿着塞维尔涅 拉斯托奇基尼 和斯特波韦三个地方建立新防线 但俄罗斯还是反复对这里攻击 并尝试在其他战线施压无军 去年收复的罗伯地村就上演惊险攻防战 夜视镜显示当时四名乌克兰士兵以寡敌重成功击退 由三辆TR82装甲运兵车组成的突击纵队 由于俄军也尝试从巴赫姆特方向推进 导致这里的乌军得更加攻进神经 现场曾派曾在马里乌布尔作战的 第十七独立旅协助防守 但无论哪个地区的乌冰担心的 还是但要吃紧 乌克兰兵力数字也岌岌可危 乌克兰总统佐伦斯基在俄乌战争两周年 记者会上首度说出开战以来的阵亡数字 高达三万一千多名乌冰死亡 还不包含受伤的人数 若以类似比例计算 俄罗斯伤亡数势必更可观 问题是普京不在乎还坚持战到底 赌得就是西方社会迟早出现倦怠感 一谈起美国中越人卡关的军援 赌伦斯基虽然无奈却抱持希望 但点出俄罗斯很可能以计划 今年夏天开始展开新的攻势 其余手段还有顾忌重施 靠着海外亲俄势力捣乱乌克兰别界 英国媒体报道 摩尔多瓦的亲俄分离地区打算在周三提出入俄的请求 普京似乎又密谋从这里对乌克兰西南部边界开辟新战场 让乌克兰分身乏术对抗俄罗斯 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小镇 周日凌晨又遭俄罗斯射弹攻击 前一天还有无人机袭击南部港口城奥德萨 两年战争下来乌克兰到处千疮百孔 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本来的样子 而无陷入苦战之际 乌克兰防长也点出西方原先承诺的军援 其实半数交付延宕 而这样的延迟正在一点一滴 伤害前线乌军 与新闻 综合报道 事上乌尔战争两年来 西方国家给乌克兰各种的武器 包括了海马斯火箭 爱国者飞弹 最新的还有F-16战机 只是目前都还在受训阶段 包括六名乌军飞官 正在丹麦密集训练驾驶F-16 但是美国国会600亿美元的运算卡关 成了接下来乌克兰的一大挑战 俄乌战争打了两年 有一项外国军援让人印象深刻 M-142海马斯多关火箭 改变了俄乌战争第一年的战况 而负责操作海马斯的特别部队 目前还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作战 每套海马斯系统都很珍贵 因此乌军还设立一个专门部队 负责保护海马斯 小心守卫国外先进军武 战争两周年 乌克兰国防部特别做好几支影片 一一感谢英国 德国和美国等国家 但现在前线战况已经和两年前大不同 乌军心心念念的F-16还没加入战场 由美国丹麦和荷兰主导的F-16联盟 目前有六名乌军飞官在丹麦接受训练 不止飞行员 还有几十名后勤技术人员进入后半段的训练 实际动手准备和维修F-16战机 而两年来的关键国外援助 不止战机和火箭 北约各成员 尤其英国 一直都在帮忙训练地面部队 在两周年这天 北约用最新影片宣示 会继续支援乌克兰 但是事实是 乌军缺弹药的情况还是很严重 美国最新预算从去年底卡关到现在 这星期美国国会将结束收会期 白宫喊话众议院快通过援武法案 两周年当天 周金山有民众游行声员 在美国的乌克兰人求情呼吁 纽约帝国大厦也亮起 象征挺乌克兰的蓝黄色灯光 TV新闻众号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